南初小时候家中失火,在他被浓烟熏得快晕过去的时候,林璐小像一束光一样,给南初带来了生的希望。 因为救援工作紧急,南初来不及问他的姓名,只是记住了他衣服上的编号。 当他修养好身体,去找救命恩人道谢时,却被告知这个编号的消防员已经牺牲了。 原来救援那天,林璐小穿的队友的衣服,而这个牺牲了的消防员,就是林璐小的队友。 就这样,南初和林璐小错过了。 当南初为了保住舞蹈社,不得不签约经纪公司,走上演员的道路时,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,就是参加一档消防真人秀,而这档真人秀的教官,就是林璐小。 在参加真人秀的时候,他们吃住训练,和消防员一样,有些人坚持不下来,觉得这就是一档综艺,为的是博话题搞娱乐,没必要较真。 可是南初知道,救援不是儿戏,救援背后是活生生的生命。 为了支持林璐小,南初突破自己的极限,进行高强度的训练,最后体力不知晕倒了。 在林璐小抱着他就医时,南初仿佛看到了火光中的那个身影,南初喜欢上了林璐小。 而林璐小看着认真的南初,也产生了好感,后来他们克服困难,走到了一起,然而这个时候南初的母亲却出现了。 他以母亲的身份让林璐小离开自己的女儿,因为他觉得林璐小给不了他幸福。 南初的母亲南月如曾是知名影后,但是他最初的时候,是一名文工团的舞者,在演出的时候遇到了南初的父亲,一名军人,和林璐小的父亲是战友,他们两个相爱了。 但是在关键的时刻,南初的父亲,总是将南月如放在后面,在南初父亲的心中,先是国家,后是兄弟,然后是父母,最后才是爱人。 所以南月如和南初的父亲最后分开了。 分开后,南月如才发现自己怀了南初,因为对南初父亲的怨恨,他产后患上了躁郁症,情绪经常失控,尤其是在看到南初那双和他父亲长得一样的眼睛时,他会控制不住地想要伤害南初。 因为自己经历过痛苦,所以南月如知道,在所有军人的心中,国家永远都是第一位的,他不想自己的女儿,将来和他一样,是被舍弃的那一个,是孤独无依的那一个。 可是南初说道,他守护国家,我守护他。 而这个时候,林陆小的父亲,也带来了南初父亲的遗书,在遗书中,他诉说了对南月如的爱,还有对他野心的成全,南月如在这一刻,终于放下了对他的怨恨。 放下了曾经的执念之后,南月如同意了南初和林陆小在一起,并把自己的财产留给了南初,母女二人的关系得到了修复。